先,我还是抗战一下 看这样比较清楚 再来的话,如何把这个瓜谷里面的资料 快速的切割 当然如果说没有更快的方法 突然那真的不是好方法 而且你会在工作里面 很多类似像这种状况 你如果不会,那就是浪费时间 你会很快就做完 效率差了十万八千里 这一题的话,我是建议 因为这个A2里面没有瓜谷 所以我建议如果你要先练习的话 你可以先用A3在这边 那参诡函数的话,第一个 我们可以用什么 用那个φ函函数 φ什么,φ前瓜谷,φ后瓜谷 然后把中间的东西切开来 所以第一个,请你切 类别文字 文字类里面你找到φ φ的话就寻找函数 那这边会跟我们要几个函数 一个,φytism 应该是找,应该是找哪一个 找钱瓜谷,within在哪里 star number从哪个字开始找 可以会有三个讯息 然后呢,特别之后 在这个文字类里面 除了φ之外,你会发现 其实它还有一个函数叫search 而且你会发现 设计里面的参数一模一样 那哪里不一样 其实关键的地方在瓜谷这里 大小写视为相同 然后φ函函数是什么呢 是区分大小写 不过因为这一题根本没有大消息 因为我们是找中文嘛 找符号嘛 所以这没有问题 用fine,用search都可以 我们用fine好了,按确定 好,第一个的话 他问你说 你fine test 你要找什么 我要找钱瓜谷 不过特别注意 钱瓜谷可能会有全形半形的问题 这里我试试看 如果找这个看看 当然它蛮贴心的 其实应该前后加算很好了 如果移开 它会自己帮你加 有些不会加 你要自己 像那个test它不会自己加 那你就会出错 这个会加了 wfine在哪里 在这里 那你可以发现 如果说我今天 找什么 找钱瓜谷 在这里面 它会回来告诉我第三 意思就是说 它在第三个字的地方 找到钱瓜谷了 OK 当然啊 如果说我现在确定之后的话 如果我向下填满 这边会错误 为什么 因为这边 没有瓜谷 如果没有瓜谷的话 它就会出现一个井 如果在Esseru里面 除了一个井开头的 都是错误讯息 后面就是 错在哪里 value value就是资料 意思说 你不是叫我找钱瓜谷吗 那你为什么给我错误的资料呢 意思说 你不要叫我找 可是你却给我没有瓜谷的资料 意思是这样 问题是我如果 不要让它出现怎么办 你要做一点事情 什么事呢 过滤掉 怎么过滤掉呢 我刚刚讲 if al过滤掉就可以 不过这个我们待会再看 那可是问题来了 那我找到钱这个位置了 那也就是说我将来如果用med的函数的话 我应该从第几个字开始签呢 一二三 我应该从第四个字开始 所以我可以把这个三加一 然后呢 med还会问你第一个问题是你的文字在这里 第二个问题是从哪个字 第三个问题是要几个字 那就是从这个字 有没有 再去找后瓜谷 找到后瓜谷的位置 再往前推 减掉这个 不过特别说 应该是减掉这个位置才对 所以呢 会变成说少减一个字 所以 这个位置 减掉这个的位置 再减掉一 那就是我们要的这一串东西 只把它放过来 就是我们要的 好 那可以懂了我几吧 有点绕了 但是没办法 这已经是算最减 那怎么办 第一个先放钱瓜谷 那我的习惯 如果我要做第二次公式的话 我会把它剪下来跟之前一样 剪下来不包含等号 所以把它剪下来 然后放在哪里呢 放在mid里面 所以这边往下找mid 第一个问题 你的字在哪里 我的test在这里 第二个star number 就是刚刚那一个公式贴上 怎么样呢 加1 对不对 OK 从第四个字开始 star number 几个字呢 刚刚从后瓜谷 可是问题我贴的公式是前瓜谷 对不对 那怎么办呢 很简单嘛 把前瓜谷改后瓜谷就好了 9 有没有 这边变9 9 再减掉 再把公式再贴一下 9 减掉什么呢 减掉前瓜谷的位置 就是这个是9 这个是3 但问题是 应该是减4才对 为什么 因为是从这个字开始算起 OK 所以怎么样 少减一个字 所以后面必须是什么 不过这边也多一个瓜谷 所以再怎么样 再减一个字 第三届冠军 有没有 就出来 应该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所以基本上 如果你将来要做比较长的公式 我习惯是先从里面的 再把里面的公式做完 剪下来放在外面的公式 如果还有的话 再剪下来 再放在外面的公式 再放一次 还有再放 反正这样绝对不会错 可以做很长 因为我们现在还没做完 因为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过滤的问题 看懂我的意思吧 这其实这边就要 你只要步骤 step step 做啦 保证不会错啦 OK 真的 如果发现错误 有时候这么长的公式 我都重新再 重新再来过一遍 还比去找错误的还简单 所以刚才有同学问我 老师这一串 我说 你干脆 你从贴油到还比较快 因为那个太长了 你光眼睛看了 看半天 油都太累了 你从来一遍 有时候还比较快 OK 应该懂我的意思 因为我自己习惯的时候 我做事情就是 不要那边装油脚尖 因为你要不要乱试 我发现有些同学 试到最后已经歇斯底底了 已经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干嘛了 打不如你这对的方法 做一遍就好了 OK 好 按确定 好 他一样向下填满 也是向上填满 但是问题还是存在 哪有错误呢 紧开头的这个错误 所以如果你那个有紧开头的错误 你要过滤掉 变成没有的话 接下来你要想到一个函数 哪个函数呢 接下来一样 减下这个公式不包含等号 方法一样 这一招还蛮管用的 你要做很长公式 这一招保证正确 而且屡事不爽 真的 怎么做 很顺畅 所以我有时候这样 弄事情真的还 其实弄事情就是种享受 你想到的 然后你要怎么做 很快就做出来了 其实也是 享受解决问题的那个过程 所以有时候你们问我问题 其实当然我蛮欢迎的 但特别是 你就是要 让我比较明确知道 你到底要什么 其实有时候发现 我要帮你们回答 最头痛的是 我根本不知道你要问什么 因为你们问的问题太庞大 有个人甚至把一整个东西丢给我 我怎么知道 你工作我很熟 我不熟 所以大部分就是 也许你可以切割 类似像这样的模式 我可以马上告诉你怎么做 一样先剪下来 再怎么样 再插入一个函数 不包含等号 然后你就是找到逻辑 因为要判断 逻辑里面就判断 判断错误 如果发现错误要做什么事 那你就把刚刚的东西贴到value 让他判断一下 这个value里面如果发生错误的话 value if l 请问一下如果错误的话 你要怎么办 不要让那个错误产生 就让那个错误变成没有文字 没有文字还记得吧 VBA跟Excel一模一样 是什么呢 没有文字 就这个 里面要空白 空白不是没有文字 没有文字是两个双银 因为这很重要 没有文字 好了 程式写完 公字好了 我们把它向下 不见了 向上 也不见了 这样就最后的结果 所以你会发现 一个 先find find什么呢 find前刮5加1 后面是后刮5 减掉前刮5 再多一个 因为我们其实应该是减掉 前刮5后面那个字的位置 差一个字 所以再减掉1 如果有错误的话 用ifl l就是错误 就把它变成 没有那个错误去 也就是说 特别说ifl 什么时候可以用 就是当你的工作表里面 有很多减开头的 有没有 减value是一个 减什么ref 减NA 有没有 NA就not available REF就是reference 找不到参考的范围 减开头的反应 通通都可以帮你过滤掉 ok 其实我最讨厌看到那种减开头的资料 你都很奇怪 为什么把那个东西 留在那边干嘛 看了总就觉得不舒服 那怎么办 ifl 可能很多人没学过这个函数 这样的话 就可以快速的解决问题了 但问题 这个还是属于level低一点的 因为待会我们要怎样 假设你每天都做这件事 你应该想想 有没有办法把它变VBA level再提高一点 那VBA 我们刚好写两种VBA 麻烦三种 方全是也可以的 可是我主要是丢公式一种 然后丢结果一种 然后再制定函数一种 怎么做 想想看 先完成这个好了 画面先还给哥 尽量也不要十倍 我觉得这些东西 其实主要就是 反正你活学活用 然后 学多少 主要是学使用函数的一个技巧 你如果说有些函数即便没有用过 其实也可以处类旁通 像我刚好提到的 fine 你像有社区 那你可以顺便学一下 不是等于学一个函数 等于又多学了一个函数 那其他当然有机会 我是建议每个函数即便没用过 你可能就自己点一下 看一下这个函数是做什么用途 底下都有说明 每一个函数有时候都把它稍微瞄一下 说明这样子的过程当中 以后遇到状况 所以你可以想 刚好这个函数 可以用在解决某个问题上面 刚好就可以拿来用 再不然 其实可能我还是建议一劳永逸的做法 真的还是要把VBA学好 因为你会发现 工作里面有很多事情 找不到对应的函数 就是没有函数可以解决你要的问题 那怎么办 VBA就是最后的好方法 OK Sales多不多 非常多 很多 我现在举例子是 还可以用Excel函数可以做出结果 但是其实很多 是没有对应的函数可以解决的 那怎么办 请各位就是 还是要把VBA学好 这是应该是比较一劳永逸的做法 我可以试一下 哦